今天还可以预约吗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已经推拿预约名额满了 30个名额 早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开始上班 就会出现已经排起了长的队伍 杭州押运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与此同时 押运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也受到各国运动员 媒体和技术官员的青睐 日前 记者在主媒体中心的 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看到 前来预约推拿的访客 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开赛以来 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推拿门诊 一直处于满腹合运作状态 我们这边呢 就是一位推拿医生 所分配到的名额 大概是15到20名左右 所以像今天呢 我们有两位推拿医师 那么我们是30个左右的名额 来预约的话 其实完全超过30个 甚至超过60个了 现在比较多的是 是颈椎颈肩腰腿痛 这些筋膜上的疼痛为主 他们可能普遍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酸痛 但是推完之后 都感觉比较舒服 押运会上 中医药通过推拿 拔罐等方式 为运动员 媒体记者提供了创伤治疗 以及健康保障 来自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长时间坐在电脑前 时常会感到背部和肩膀酸痛 经过今天的推拿治疗 明显感觉轻松不少 因为我来自刚才前天 已经在比较多了 所以我做了10-12天 十分钟 10-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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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韩国的媒体记者表示 能在亚运会主媒体中心 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令她非常开心 我没有尝试过中国的推纳 只体验过态时的按摩 能在亚运会的主媒体中心里 体验到不同的中国文化 包括按摩 针灸 还有中国音乐等 给我留下了一段珍贵回忆 尤其是推纳服务 让我在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 得到放松 中医药文化体验馆负责人 朱文佩介绍 不少外国朋友体验推纳之后 都感觉很解压 回头客非常多 澳大利亚 巴西 印度 还有我们说马来西亚 泰国 他们都来体验 尤其是像泰国记者 他们也对比了一下 他们的按摩 但是我们的推纳 他的内含和外延 要比按摩要多得多 然后他尤其是在治疗疾病 包括一些脊柱 小关节一些问题上来说的话 要应用的面更广 所以说很多的媒体记者 已经是第二次 第三次来我们的馆来体验 甚至有的人 直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说 我要 back送 朱文佩回忆说 一名澳大利亚的记者 也曾来到中医体验馆 精神体验后 变成了中医药的粉丝 之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记者 他是因为膝关节动过手术 同时他自己又有痛风 又有内风关这些的问题 来的时候他只是说膝盖痛 然后我们的老师 给他膝盖进行治疗之后 他说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脚这么轻松 然后也因此他激发了 他说还有没有更好的 中医的方法 比如说针灸中药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在任务细无声的 把我们的中医药的文化 传递给他 大利亚的文化 在任务细无声的